我们上一次有讲到这个土地借给人家是非常危险的 那这样的土地到底收得回来收不回来 阿公呢 当初名下的土地就给他的孙子盖幼稚园 那后来呢 阿公往生了就变成孙子的爸爸继承了 我把土地就赠予给女儿 换女儿来盗 哥哥了啦 因为自屈里面的一家税这么高 都是这个女儿在缴 女儿也不能跟他申请地租 变成说贪你的贪 用你的用 我们这些地租在这里 法院是说 你当初土地借给你们兄弟去盖工厂 有没有定时间 没有啊 借到什么时候 借到使用墓地完成 那就是跟工厂的建筑物倒掉啊 哇 这一块地呢 借给他人盖房子 无法收回 造成自己重大的损失 各位同学我们上一次有讲到这个土地借给人家是非常危险的 那这样的土地到底收得回来收不回来 今天呢我来跟各位报告就是说 在实务上碰到这样的一个例子 各位这个阿公呢 当初啊他呢 平下的土地就给他的孙子呢 盖幼稚园 要给这个孙子去申请建造执照 然后拿到使用执照 然后这个是保存登记 所以就是变成是乙的部分 让他盖幼稚园 所以他的变成是这个房子的部分 所以阿公的地呢 上面就有一大片幼稚园 那后来呢 阿公往生了就变成他们的小孩子继承 也就是这个孙子的爸爸继承了 这个东西是阿公 现在变成爸爸继承 那爸爸呢 他认为说 我这个土地要收回来 因为土地是我的 他就讲说要收回来 不然的话你经营幼稚园 钱也要分我啊 结果那个媳妇不乐意了 说这个东西当初是阿公给我的 你爸爸现在怎么就要来跟我分一半 或是说要把我收回去 所以他就不乐意了 所以爸爸呢 他继承了这个土地以后 就告这个小孩子要拆屋还地了 那各位这个法院说 当初阿公土地借给孙子去盖 是使用借贷 两个人是有使用借贷关系的 所以这个孙子使用这个土地呢 他是有法律上的原因的 那这个时候爸爸呢 继承了这个土地去告小孩 爸爸在继承关系上 要继承阿公的使用借贷关系 所以基于使用借贷关系呢 他是有权占有的 这个爸爸呢 后来就很生气 官司告输了之后很想起 说哇我假设这块土地就没用 你在那谈还不分我 所以呢 爸爸就跟他的女儿商量 说赠予给这个女儿 不用分的 赠予赠予税 土地增值税 赠予的 各位就赠予给这个女儿说 我干脆让我女儿 他的孙子的妹妹 所以家庭之间 有时候学过来学过去 都是为了利益 各位女儿比较孝顺 哎呀 比较会照顾爸爸 而且可以跟爸爸呢 傻傻娇啦等等 那小孩子的话 大概跟爸爸说话就要上三 所以赠予给女儿 换女儿来告他的哥哥了啦 那各位呢 这个时候女儿拿到的是所有权 那你说爸爸当初也是所有权 当初爸爸是要寄售阿公的 但是现在的话 女儿因为他是物权的行为 所以呢 在资相对性 你这个大孙呢 只能跟你们阿公租 租顶府使用借贷 只能跟你们爸爸指定说 你继承这个使用借贷 但是卖给外人 或是赠予给女儿 也是同样 就是他已经拿到所有权 这个物权呢 原则上就会大于这个债权 所以这个女儿呢 他就奏证就以所有权能 要来告这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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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污还地啦 那各位这种情形的时候呢 我们当时的法院在第一审第二审呢 都判决呢 物权大于债权啦 那这是一二审呢 都这样 后来呢 这个孙子就上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觉得说 哇 这一大片 这样就可以听 是不是很有问题啊 所以呢 他就是找说 你这个女儿受证的时候 你就明灵知道 你们家是这样 你怎么还要 所以上述以后 最高法院就发挥更审 发挥更新 说呢 这个到底可不可以拆呢 是不是要考虑 有没有什么 他们通谋啦 等等啦 是不是故意把它转给外人 用外人来告他的啦 是不是有这种情形 叫他查明 结果更审的高等法院呢 就判决说 不用拆啦 说呢 你要受证的时候 就知道上面有这么一大片 幼稚园 所以你不可以拆他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本身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这里有所谓的公式性啦 可以类推民法425条之一 或426条之二 是有租地建屋的关系等等 高院就判决这样子 结果呢 对方就上述最高法院啦 那么最高法院想一想 法律也没这个规定 你要类推是用民法425 法律又不是漏洞 只是性质有一点一样 就是土地上面有房子 但户室同属一人啊 425要同属一人啊 所以这个情况也不对啊 你要类推是用民法426之二 说是租地建屋啊 他也没租任啊 所以最高法院又花回庚审 就是庚二了 我们就去日本找很多书啊 日本就找很多书弄一弄 说啊 这种情形哦 你赠予给他的主要目的哦 就是要受证了以后呢 准备以拆他房子为目的 所以呢 庚二审呢 判决说这是权力滥用 就把他驳回 那各位上去到最高法院的时候 最高法院说 日本人也是这样子在判啊 所以就让他确定 最后本案是以权力滥用 驳回女儿财务还地的诉讼 可是各位 这个问题真的没办法解决 因为在台中啊 这是市区里面的地价税这么高 都是这个女儿在缴 女儿也不能跟她申请地租 也没办法因为是使用借贷 所以法律上产生非常不公平 不平衡的状况啊 在这种情形底下呢 他们就不甘愿了嘛 所以各位呢 他就想办法要把它给收回 可是各位呢 这种情形 他在转给外人的时候 也是会面临到那样的情形 因为外人呢 他要受到继盼力的拘束 变成没有办法收回 所以各位呢 要非常小心 你收不回来的时候 转出去给外人 或是转给自己的女儿这种 告输了以后就没救了 所以在这个情形 应该当初爸爸告他的儿子的时候 锁在他们使用借贷的关系上 这个很多的律师都会做错 不是普通人 就是说当这个阿公或是这个爸爸 我们两个人 我们之间还是有使用借贷关系的时候 战友跟所有分离 所有权的人跟战友权的人分开了 在这种情形底下 看能不能这样突破他 你先把它锁在借贷关系上 然后爸爸用民法472条 就是说呢 我不可预知的情形 有使用土地的必要 各位 就是说这个爸爸继承了以后 他来跟法院主张说 我只割成这堆地而已 那是我老爸就是他们阿公放下来的 我也要自己输用 不然我都没有什么其他可以使用 这个地就他在用 他在赚钱他在爽 他也不拿钱来给我 他不付抚养 我自己也有一些钱 法院也判决说 你必须要不能维持生活 我才能够要求抚养会 那什么都没有 那我自己也需要用土地啊 我自己也需要用地啊 而需要用这个土地的时候是不可预知啊 因为我继承了以后 我自己现在都都没有其他收入 所以我自己也要需要用地 各位用这样子的话 他来起诉就比较有机会 那当然这个是为难法院啊 因为一根法院请求的话 法院就要判断说 到底你是不是不可预知 而有使用出借物的必要 而可以收回 所以各位呢 一个事情有时候 种什么因呢 他会得什么果 这种情形的时候呢 这个在我们 我们学法律的人 在处理这个借贷的时候 变成这么样的棘手 本来就很简单 但是你救人家就变得很困难 我还举一个例子 给各位来说明 你们会更能够理解这样的事情 这个哥哥啊 当初跟弟弟呢 哥哥跟弟弟 这土地是哥哥的 那么呢 各位兄弟两个人呢 合开公司 合开工厂 就变成哥哥的土地呢 让这个兄弟的公司呢 兄弟的公司啊 在那里盖工厂 哥哥死掉了以后 这个弟呢就变成 他的子女继承了 哥哥当初 以前的那一些股东 弟弟在公司里面 就把这些股份呢 他就收收收 全部变成 由弟弟 掌握了公司的 绝大部分的股权啊 变成弟弟 在经营这个公司 那么这个因为 弟弟是大股东 所有的公司的分配 就弟弟掌权 然后呢 大部分公司赚的钱 也弟弟分红 分论分走了 所以这个哥哥的子女呢 就非常的不甘愿 说我这土地 现在在我们高雄 或桃园 长得这么高 结果呢 我土地都白白让你使用 所以他就会来告说 要请求宗旨使用借贷 说我土地不要再借你了 我要要回来 然后要告他 拆屋还地啦 这种情形的话 法院是说 你当初土地借给兄弟 去盖工厂 那是要盖到什么时候 你不定期啊 你有没有定时间 没有啊 你是不定期咯 不定期借到什么时候 借到使用墓地完成 那就是工厂的建筑物倒掉啊 哇 那工厂的建筑物 现在只有三四十年 还没有到五六十年 工厂还在运作 所以不定期 使用墓地尚未完成啊 所以就不能够要回来 所以这一块地呢 这一些子女呢 就是看得到吃不到啦 这种状况是相当多的 在这种使用借贷的时候 形成了我们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在法院的官司上面啊 在借地给人家盖房子 借地给他人盖屋呢 通常这一种都是属于亲戚朋友 或是有特定关系形成的 所以这一种情形的话 法律上变成你要收回来 自己收回来困难 你要移转给别人 利用这个法律上 买卖可以破使用借贷 都会遭遇到权力滥用的情形 导致于我们很多土地借给他人盖房子 无法收回造成自己重大的损失 在早期的话或许亲戚朋友之间不够狗 到了第二代了第三代了以后 就会发生这么巨大 尤其土地又一直上涨 看别人的土地都在买贵的 别人欢喜到我们家的土地都在让别人用钱 用不了的那一种心情实在是这样 那各位你来求助于律师 律师也有时候是爱莫能助了 所以这个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在这种状况底下 人情事故之间当然要雇 但是像这个工厂的话 你如果当初是用租刃 就是说我哥哥的土地 那么虽然我是股东 既然是社公司 又是不是只有给你使用借贷 我去租给公司 至少还有本可以回来 那你是不定期租刃 也好等等 你租金久了 你也可以调整租金上涨 你不会全部什么钱都收不回来 所以各位呢 租好还是借人家好 你很善良借人家 不如你变成有一点不善良 租给人家 这个东西你还不会全输 借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现在弄成借给人家 盖房子造成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 在我们民法上的这个地方呢 老师呢 处理这么多案件啊 面对这个也就是爱莫能助 所以请各位呢 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最多我们只是去跟大家讲说 用民法472条不可预知的 我们要把它收回 那用这样子的情形 各位借房子给人家住 在早期有很多大善人 也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借房子给人家住那还比较容易 就是说借给他 我房子借你住 现在的话 说我的小孩要娶太太啦 所以他需要房子 你去告他说 我有自己不可预知的事项 我要自己收回自用 或是说 本来房子借给你 现在我要做生意 那孩子回来了 孩子长大了 不可预知的事情 我要使用 这个都还有机会 可是各位借土地给人家盖房子 那是非常难收回的一件事情 请各位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碰到这种情形 而且也要注意 不可以随便买这种土地 这种土地再怎么便宜 你买了以后 不一定能够告得了 拆得了地上的房子 所以通常我都会告诉我的学生说 碰到这种情形 要标的话 要拿来给老师看一下 看看我跟你评估 括后 看他的风险度多高 才可以下手 以上请各位参考 谢谢